欢迎来小镇知,我是起耀 哈迪奥旺在昨天应该是发了一场噩梦 梦醒时分就讲出了这么一番话 请看新闻 哈迪奥旺在今天不管为什么突然就讲说 我们伊斯兰党假设要执政的话 从现在开始我们将要极力的争取 这一个非穆斯林的支持 他甚至下出他的这个御令 讲说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党员禁止使用这个律朝这两个词 因为这样可能会吓走很多的非马来人跟非穆斯林 我在这里只有一句话想讲 就是哈迪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这个有点像情侣这样子 其实你去评断一个人适不适合跟你在一起的 并不是看此时此刻他做什么事 还是他以后对你学校什么伤门的害事 更重要的是 到底在之前的时候怎样对你 假设一个渣男渣了你两三次 他现在告诉你说 从今以后我要好好的爱你 我会对你非常的好 你就是想要给他两个巴掌 然后就转头回去 那你自己可以想象 哈迪奥旺在这段期间 其实讲了多少伤害非穆斯林的话 我举一些例子 比方讲说 非穆斯林 他们就是贪污的根源 所以呢要从根部开始去把问题解决 你可以想象这句话多么的荒谬嘛 也就是实质上的数据也没有真正的佐证这一点 但是他就是咬定说 我们非穆斯林就是国家败坏的其中一个主因 而且给人家讲了 给警方调查过后呢 他也没有打算要撤回这个言论 不只是这样子 他有讲说呢 马来西亚呢 其实是马来人的这个徒弟 所以呢一定要由这个马来同胞还是穆斯林去主导 非穆斯林不能够来这个领导 我们这个马来西亚 这些话 他讲说呢 都是这个火箭去污蔑他的 这是其实这个东西根本 火箭都不需要讲什么 报章上登出来 在马来报 他在自己的面子书上 大家其实都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看出那个思想和那整个脉络 就是长成这样子 还有啊 就是讲说呢 现在呢 穆斯林的地位受到挑战了 所以呢 他们要发动圣战 圣战的意思就是投给伊斯兰党 投给这个国盟 所以你讲了 一个这样子的领导人 一个这样子的领袖 他在做过了这么多的事情 讲过了这么多 伤害这个非穆斯林 还有伤害整个国家多元种族团结 和谐的这一个氛围的事情过后呢 他这个时候告诉你说 他要转开去支持 OK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你照我看来啦 OK 除非啦 哈迪阿旺从今天开始呢 洗心革面 然后呢 这个政策什么东西呢 都是转向开明 不然的话 这句话是多来的 这句话呢 就跟那些渣男 讲出的那种 山盟海事天年蜜 有没有什么差别 而我觉得也很大可能是 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和路线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伊斯兰党沿用这样的策略 沿用这样子的一个战略 其实已经拿了非常多的议席 跟多很多的知识 现在转头 OK 你不做这一个 其实呢 就证明讲说 他们之前建立的优势 可能会随之消散 OK 鱼跟熊掌是不能兼得的 那一些本来知识 你保守 跟极端的政策的知识者 随着你转头 支持这个开明什么 他们也会随之抛弃你 所以呢 更多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讲爽了 好 最后讲一个东西了 哈迪呢 把这个东西呢 怪成了 大家 这个党 党员上到下 全部都不能用绿潮这个字 我在想 所以耶 你不用绿潮 就代表人家会支持你嘛 这是一个 我觉得很无聊 然后我觉得完全下错判的 一样子的一个举动 非穆斯林真正担心的 不是绿潮这个词 而是伊斯兰党的整个意识形态 这个意识形态 你要叫它绿潮啦 红潮啦 什么 海潮啦 什么东西都好 根本就不重要 OK 因为呢 这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就算是 你不用绿潮 然后呢 就是伊斯兰党渐渐崛起 保守主义崛起了 保守主义的浪潮崛起了 你难道对这些词 你不会害怕吗 所以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所以呢 我只想想啊 现在啊 没有选举的时候 这一些词汇啊 这一些竞选年 你听听就算 我们永远要看一样东西啊 就是这个人 言行有没有一致 讲大家都会讲嘛 做方面 到底有没有端出什么样的 这个实质的 这一个 他们要旅行的事情 像讲 国盟四周 那边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开明政策 有的话呢 有做一分 你才讲一分话 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慢慢的去评估 这个政党是怎么走 不然的话呢 讲一套 做一套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不可能了 这种呢 我是讲 这一种 卡 这个机会呢 是不用夺给的 这期小时是跟大家聊到那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